北京时间25日晚,2018年中国足团最后一项重要赛事足协杯决赛,即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打向首回合,北京中和国安坐镇主场迎战,来往的山东鲁南泰山, 刚刚荣英中超年度最佳教练的李肖鹏指导将带队再度造访攻击,连赛中两队曾在这里打成平局,此番决战足协杯,本应是一场全力争胜的比赛,可鲁南方面似乎并没有那么的想要拿下比赛,在中超年度颁奖典礼上,鲁南方面收获两项个人大奖,精进到击败无为荣获最受欢迎本土球员奖项, 而主教练李肖鹏则在众多外交,名帅的为脚下杀出重围,当选中超年度最佳教练,同时,王瞳和金进到,入选了中超最佳阵容,在抢手林立的当下中超,鲁南这样的成绩已经足够出色, 而李肖鹏指导被问及足协杯决赛时,也表示要全力争胜,为把赛计划上圆满的句号,每一次面对国安,鲁南都不需要做过多的动员工作, 但这一次球迷们却普遍表示愿意把足协杯冠军拱手相让,原因很简单,就是由于前不久刚刚进行的2019年亚冠抽签, 足协杯冠军将与日本天皇杯冠军,泰国无力拿连,以及韩国全北现在分在同一小组,绝对算得上死亡之组, 尽管足协杯亚军,需要进行亚挂附加赛的争夺,但是小组对手的整体实力明显偏弱,出现应该问题不大, 这让青派足协杯击败国安夺挂的鲁南球迷纷纷表示足,协杯是你们的,我们不抢,国安是最强的等等, 这在双方律来的相逢中是绝无仅有的,在阵容方面,国安三大外援军可出战,鲁南却显得有些捉襟肩肘, 首先,队长王大雷尽管已经恢复,但是考虑到长时间为打比赛带来的状态问题, 李肖鹏知道恐怕很难把他排进首发阵容,要知道大雷对于鲁南后方的作用可谓是丁海神针, 不过韩荣则借来表现不俗,可以承担起门前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, 其次,万人安排上,吉尔和佩莱出战的问题不大, 但是曾表示萨基莫离队的唐尔德利,李指导表示要看他的心态调整状况再安排, 尽管要面临亚冠死亡之组的危险, 但相信两只底蕴丰厚的中抽豪门, 必定会在赛场上拼尽全力争胜,期待着双防守回合的较量。 完成了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